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主要制造商在日本建立半导体工厂,包括台积电在熊本建设晶圆工厂和Rapidus在北海道建设新工厂, 日本对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已经达到临界水平。 根据日本招聘公司Recrupe Holdings调查显示,2022财年中,即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期间, 对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迅速增长至2017财年的3.8倍。 2023年上半年,半导体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量比2017年增长了4.6倍。 拥有新半导体设施的地区,例如台积电芯工厂所在的九州熊本, 以及Rapidus旨在生产2奈米晶片的北海道,对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最为迫切。 Recrupe Holdings统计数据显示, 2022财年,日本北海道和东北地区对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比2017年增长5.4倍。 在九州和冲绳,这一需求达到2017年的5.2倍。 与2013年相比,2022年、2023年,对半导体工程师的需求增长了10倍以上, 凸显了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长。 自半导体公司经历裁员之后,日本半导体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从2016年开始显现。 随着2021年台积电宣布在熊本设立新工厂,以及2022年Rapidus成立, 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,导致职位空缺进一步增加。 在半导体产业中,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设备和材料领域的就业岗位正在快速增长。 相比之下,逻辑机体电路、IC和存储器半导体制造职位空缺,增长速度较慢。 纵观2022年,半导体行业近一半的工程师职位空缺与设备和组件开发相关。 半导体材料开发,质量管理和可靠性保证几乎占20%,其余部分专注于半导体元件开发。 在半导体晶圆厂建设期间,聚集的供应链逐渐形成半导体机群。 晶圆厂的竣工可能会导致半导体元件开发工程师的职位空缺激增。 在半导体工程师稀缺的情况下,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进入劳动力市场,成为显著趋势。 据报道,REPDES旨在振兴日本半导体制造业,吸引日本半导体行业鼎盛时期经验丰富的人才,其中一些员工甚至超过60岁。 该多元化的人才库包括在半导体制造、IC设计、元件产业。 截至2023年12月,REPDES拥有280名员工,巩固了其对复兴的承诺。 不过,日本石川县2024年新年一时发生了7.6级强震,让台日半导体厂商新年假期不平静。 据半导体供应链厂商初步了解,目前未有灾情或影响传出,因日本半导体聚落,主要集中在九州。 石川县以当地中小型企业为主,不过全球第一大MLCC日商村田的金泽村田制作所坐落在此。 厂商评估,村田产能调度无忧,反倒是聚落高度集中九州的半导体供应链,应提高分散风险意识。 灾情是否见机影响到供应链当中关键零组件、特殊材料、特用气体等供应。 台湾半导体厂商表示,正积极了解当中。 石川县为日本北陆三县之一,位于本州中部日本海沿岸,与新泄县、富山县、行程科技材料与电子设备制造相关聚落。 包括ISO诸事会社、SB Technology、Tech、国际电器等,石川县的资讯科技产业与机械、纺织、食品产业并列,并非以大型科技企业为主。 为特定领域中具优秀技术的中小企业为主要特色。 业界指出,镇央不在村田的主要厂区,对MLCC机体电路陶瓷电容供需应无影响。 此外,村田也为苹果供应链,金泽村田制作所目前以生产系电容为主。 看好系电容需求,将赤资扩建系电容产能因日本境内有多处工厂,加上目前驾动率尚未满载,产能调度应无忧。 另外,东芝于石川县也拥有一座功率半导体工厂,新建300毫米晶圆厂房,预计2024年投入量产, 是否影响投产进程或既有产能静带后续留意。 不过,因日本新盖厂房都将采用防震结构,有应对天灾之经验,估计影响可防可控。 令当地临近核电厂未受地震影响,产业链没有更多消息传出。 日本半导体居落鉴于九州成型,现阶段对台厂影响不大。 不过,台湾厂商并有担忧,台积电与地震频发的日本积极设厂, 若厂房集中紧连阿苏火山的雄本县,将考验台积电与供应链建厂的设计, 即面对天然灾害应变能力。 尽管备受考验,台积电目前在日本建设第一座晶圆厂, 近日有消息称,台积电与索尼核资公司,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这ASM, 在日本雄本县局阳厅兴建的工厂,会在2024年2月举办开幕仪式。 之后很可能在2024年4月份就开始试产, 并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商业化生产。 该工厂建成之后,将采用22奈米、28奈米、12奈米和16奈米工艺, 为相关客户代工晶圆。 此前2023年12月底,外媒报道称, 初期,该工厂的大部分产能将用于为索尼代工, 余下产能将为汽车零部件厂商电装公司代工。 除了这座工厂外,台积电还在协调在日本雄本县举阳亭附近, 建设第二家晶圆厂。 该工厂的总投资预计将超过一兆日元, 规模可能与第一家相同或更大, 可能采用更先进的5奈米至10奈米制造工艺。 其实,早在2023年7月份, 就有外媒曾报道称, 该公司计划从2024年4月份开始在日本雄本县建设第二家晶圆厂。 而据台湾产业消息, 台积电不久之后将宣布日本第二座晶圆厂的计划, 该厂预计同样位于雄本, 在第一座工厂旁将进行6奈米7奈米制成工艺生产。 日本政府承诺将为该厂提供至少7500亿日元的补贴。 当然,台积电在日本的大布局还仅仅是一个开始, 近日业界传出台积电将在日本设立三代米厂, 而恒滨和大阪有机会成为三代米厂所在地。 供应链的消息来源透露, 台积电在大阪和恒滨均设有设计中心, 而大阪是台积电在日本建设第三家工厂的首选之地。 台积电回应表示, 不评论市场传闻, 正专注于评估在日本建设第二座晶圆厂的可能性, 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分享。 台积电称, 设厂地点选择考虑因素众多, 台积电持续在台湾与主管机关合作评估适合的建厂用地,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, 一切以公司对外公告为主。 市场人士称, 日本政府虽然支持半导体新创公司Lebidos在北海道发展2奈米制程, 但仍有不确定风险。 为持续日本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, 将会继续补助台积电, 以希望能在日本导入3奈米先进制程。 若台积电在日本导入3奈米制程, 大概率在雄本以外兴建, 而曾设有设计研发中心的横滴与大阪, 则有较大机会中选。 那么,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